受到近年气候变迁影响 只要降下大雨 原乡总会出现道路跟土石崩塌现象 眼看台湾进入梅雨季节 原乡多处基础建设是备受挑战 为在苗栗南庄的大东河西流域 早期建造的防沙坝已出现多处结构受损 为了保全居民安全以及生态平衡 林务局规划下中上游防沙坝修缮工程 我们除了会针对既有防沙坝 它在整个野西的一个核防安全上面 去做一些考量 了解现场的一些防沙坝 野西的一些土砂的一个淤积的一个情况 那怎么样来就既有防沙坝做一些改善 那这一些会经过我们比较详细的 学理的一个分析演算 那来了解土砂的一个运移 然后再来决定整个防沙坝改善的方案 这三处防沙坝重点规划区分别在下游的 加拉湾大桥到大窝桥之间 既有的防沙坝出现损坏 土砂淤积及改道 中游的直接保全对象则是 抖缓交界石壁桥和苗21线 上游则是有大量不安定土砂的 卓布斯桥跟苗21线 而这次的施工 防沙坝改善工程为首要任务外 同时也要兼顾在地生态保育 我们水域当中的鱼类或水中生物 它只能下去它上不来 第二个因为我的坝很高 所以我的有一些像石蟹蒙 白鼻心三腔这些的生物 它也没有办法度过这个所谓很高落差 进到我的水域 因为它要喝水 它要觅食 这些的行为通通都没有 过去只有防沙功能的防沙坝 要如何转型为兼具生态友善的 多功能建设 就考验林务局跟相关单位 思考跟大自然共存的施工方法 然而族人对修缮防沙坝 维护生存安全虽然给予正面肯定 但也建议比起封闭式的防沙坝 是否也能参考 资本森林游乐区中的 会呼吸的蓝沙坝 因应吸流在不同状态时期的 防沙需求自由调节 林务局也表示 在未来三年内工程规划中 会纳入演绎 期间也会跟族人充分保持双向沟通 原始新闻 金亮 许家荣 苗栗南庄采访报导 入眼后 中颜 瘡 对